两块评一起评一起译 大家好我是昆泽 世界卫生组织一号宣布 由中国北京科兴中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 克尔来福 正式地通过了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这是继国药新冠疫苗之后 被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第二款 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 科兴新冠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和有质量保证的 事实胜于雄变 两款由大陆研制生产的新冠疫苗 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这足以证明 岛内民进党当局及其侧翼网军 一系列针对大陆疫苗安全性的诋毁 都是无视事实的污蔑和抹黑 岛内要求民进党当局 打开引入大陆疫苗大门的声浪是此起彼伏 这股如排山倒海般的声势 冲击着民进党当权者 自我包装下的所谓政治光环 号称是台湾地区防疫指挥官的陈时中 居然此时还能够说出 大陆在打的我们不敢用 这样既没有水准 又毫无专业性可言的废话 再次我们要问岛内当局者几个问题了 你们是否承认世卫组织的权威性 经过世卫组织认证的大陆疫苗 你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第二 如果岛内当局不承认 世卫组织的认证和权威性 那为何还要在国际上 砸重金收买反华势力 频频上演碰瓷世卫大会的闹剧呢 为何还要通过世卫组织主导的平台 获取新冠疫苗呢 台湾地区的确诊人数 还在以每天几百人的数字上升 民进党当局此时还在忙着 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 与外媒狼狈为奸 利用虚假报道 捏造谎言甩锅大陆 阻挠其采购疫苗 仅仅把因疫情而逝去的台湾同胞生命 当成冰冷而无情的数字 相比之下 谁用政治防疫 谁又以挽救生命为优先 一目辽然